Mu.t 所以為什麼這個 馬斯克在這個地方 明明狀況很差 可是呢 卻不理這些外資金主 穆瑪哥怎麼觀察 對 其實這個馬斯克 爆走也不是第一次囉 我們知道他在 打離婚官司的時候 他的前妻啊 就不斷的爆料說 馬斯克其實是一個情緒 常常失控 而且不負責任的人 是 所以這個馬斯控呢 馬斯克呢 他其實這個聲明是在外的 他這點個性其實跟賈博斯有點像 對 其實跟那個鋼鐵人的 Tony Stark也很像 如果各位有看過鋼鐵人的電影的話 Tony Stark就是一個 這個放蕩不拘啊 而且呢 這個性格常常大爆走的人 但是呢 他又是一個超級天才 所以呢 他是 某種情況 我覺得他們是分裂人格的性質嘛 好 那回到這個主題啦 就是說在最近的一場 這個電話會議裡面 其實這個電話會議是一個 一個季度的財務電話會議 就是有關呢 這個特斯拉 他最新的財務狀況 那當然全世界的 這個投資人啊 包括 跑這個特斯拉的分析師啊 都很想知道 特斯拉現在目前最新的財務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是一個極度杠桿 而且不斷在燒錢的公司 而且呢 已經有媒體預測 這個包括分析機構預測 特斯拉非常有可能會在 今年底把現金燒完 那大家的關注焦點 一定是集中在 特斯拉的現金流啊 包括他的資本支出啊 以及那個最新的 Model 3的生產狀況 這些問題上面 結果呢 這個電話會議一開始啊 其實馬斯克表現還算正常啦 他就講了說呢 他其實對特斯拉非常有信心 他說第三季啊 這個公司實現淨收入啊 跟這個積極的現金流量 由虧轉營就對了 對他說我個人非常有信心啊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個沒幾分鐘之後啊 暴走就開始了 這個首先呢 是由這個 柏恩斯坦的分析師啊 他是一個Saleside的分析師 一般我們講Saleside嘛 就是說 他是一個券商分析師 那這些券商分析師呢 你是得罪不得的 因為 他們都會寫報告啊 提供給BuySide 去做這個到底要不要買這張股票的 背後引動的資金是非常大的 對 我們都知道BuySide 可能就是一個很多的法人機構 什麼壽險啊 這些大的這個投資機構啊 有很多錢的金主 都是要看這些Saleside的 這個投資報告的 沒錯 所以說呢 他第一個問的就是這個 有關特斯拉這個資本的問題 就剛剛大黑所講的 而且呢 我們知道這個 柏恩斯坦 這個投顧啊 這家公司的 這個問的問題的分析師啊 叫Tony Sakonich 這個人不是小咖喔 這個人其實呢 也常常出現在美國主流財經媒體上面 CNBC常看到他 對 常常看到他去做 這個有關投資的評論 包括蘋果啊 包括特斯拉 都是他主跑的喔 所以這個人不是小咖喔 這個人呢 第一個問問題 可見他在這個 Saleside的分析師裡面 是有重量級的喔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他的照片 這個人就是那個 柏恩斯坦的分析師 Tony Sakonich 他就問了什麼呢 他就問了說 那你剛剛講說 資本支出要稍微減少 那我講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的資本支出的計畫到底是什麼 結果你知道 馬斯克這位老兄他講什麼嗎 我給各位直接看一下喔 我就把他們的電話會議啊 原文照抄啊 截錄下來的英文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Tony Sakonich問的問題 然後馬斯克居然講說呢 Excuse me Next 他說對不起啊下一個問題 直接就把他的問題給切掉了 他說呢這個問題是boring 無聊的問題 然後呢說他是崩壞 英文的崩壞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他是一個笨蛋 他是一個傻蛋叫崩壞 然後呢他說這是一個崩壞的question 這個是not cool 就一點你這個問題都不酷啦 是一個笨蛋的問題 這語氣其實也蠻像川普的耶 川普面對那個白宮記者提問 有時候也會這樣 你不覺得一個全世界赫赫有名的 大公司的CEO 是兩家大公司 特斯拉跟Specs的大公司的CEO 居然像一個三歲小孩子一樣 這個耍脾氣 那你不覺得這個事情很荒謬嗎 但是馬斯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其實性格上面就是非常 這個不在乎 因為他認為他就是天才 他就是一個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馬斯克 所以說呢 你們這些問題我根本不屑回答了 所以他就直接跳掉 那直接跳掉 那當然分析師被打臉很糗對不對 結果呢 第二個分析師呢 這個加拿大皇家銀行的 這個Joseph Spock 這個分析師呢 居然呢還打蛇上棍了 繼續問同樣的問題 他說其實這個問題很重要 他對我們來講 我們非常想要知道這個問題 然後他說這個第三個問題 其實跟先前的問題 是有關的 那他是希望馬斯克講 結果呢馬斯克做什麼 你知道嗎 馬斯克就說 你們這群分析師啊 是真的是正在要把我殺掉了 他說 They are killing me 就是他們正在殺我 They are是什麼 就是說這群的分析師 對 哇這個得罪了一票的 這個Saleside的分析師 結果你知道摩根史丹利的 這個也是著名的分析師 叫這個亞當斯納斯 他說什麼 他說這是他從 這個行業20年來看過 最瞠目結舌的一次電話會議 對 結果呢 連續打槍了兩個分析師之後呢 說第一個分析師笨蛋問題 說第二個分析師是正在要殺我 然後說他的問題太乾燥 太這個粗糙了 沒有什麼必要回答 然後呢馬斯克毫不容情的 完全不回答分析師的問題 直接跳到他的粉絲群上面 對 也就像粉絲取暖了 取暖 他就跟一個羅素 叫羅素的粉絲 這也是一個大家都知道 是這個特斯拉的頭號粉絲 就跟他兩個人對談 談了有20分鐘的時間 然後呢回答了就是一堆 跟財務沒有關係的事情 那這個電話會議結束之後 結果呢這個Tony Sakonichi 就接受CNBC的訪問 就我覺得他講的是有道理 他說呢 當然這個主持人就問他說 你被打槍的感覺怎麼樣呢 那Tony Sakonichi就說呢 他覺得啊 這個特斯拉這些問題啊 其實對我們做 CellSite的分析師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很想知道 特斯拉現在目前的財務情況 他說呢 這個電話會議 絕對不是TED 什麼叫TED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TED有這個論壇 沒錯 你可以在上面講很多理念啊 想法啊 或是一些開創的事情 他說這個不是TED 真的耶 他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Conference Call 你怎麼可以是這樣子輕率呢 他說呢 如果這樣子的結果呢 證明了大概幾個方向他們猜測 第一個呢 如果不是呢 這個馬斯克講不出一個好的故事 就是他根本搞不清楚 現在特斯拉的財務情況 他們就是這樣想 結果這個會議結束之後 馬上三家券商 立刻下調特斯拉的目標價 結果你知道 盤後 特斯拉的股價就大跌5% 那5%總共增發掉多少 600億台幣耶 就這樣子的股價的增發掉了 就是因為馬斯克 耍了這個小性格 好那 這個 但是有沒有人挺他呢 事實上還是有人挺他 各位看到 這一句話是這個 Jean Kramer所說的 Jean Kramer這個人呢 也常常在CNBC頻道上出現 就是每次開盤的時候 對 開盤的時候 那個光頭佬 非常激動 講話很直接的一個人 然後是一個光頭 這個Jean Kramer 他是Money Made Money的主持人 就是瘋狂金錢的主持人 這個人呢 居然是力挺馬斯克 他說是他我看過 這個有史以來最好的一次 這個電話會議 有史以來最好的一次 對 他是說 這個是我 絕對挺馬斯克 他是反諷吧 他不是反諷 他是真的支持他 他為什麼這樣講呢 他說呢 因為其實啊 大多數的公司的CEO 都很討厭這些分析師 但是呢 這些CEO呢 都是恨在心裡 但是嘴巴不敢講 他說呢 馬斯克終於講出了 一個大家心裡的話 講不大家的OS 對 他說 其實呢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不懂這個特斯拉 你不夠酷 你就不要買特斯拉的股票 那同樣的喔 在這個電話會議裡面 他跟粉絲的對談上面喔 這個馬斯克最後不是跟粉絲對談嗎 他一樣講了這段話 他說請你們把我們的股票賣掉 他不要買我們的股票 他說 我沒有興趣去滿足那種 短線投資人 他們的需求 他說呢 如果你怕波動 你就不要特斯拉的股票 你把他賣掉 CEO公然叫大家賣掉 那你覺得金主會做何感想 好 那馬斯克 是不是爆走第一次呢 我跟各位講 不是第一次 事實上他先前3月就爆走一次 還記得那個臉書 不是發生了劍橋分析事件嗎 對 泄密門 對 當時一個人叫這個 Brian Brian這個人是 WhatsApp的共同創辦人 他就在推特上面 就說 現在是 delete 掉臉書的好時間 他說 delete Facebook 然後呢 特斯拉就是去 對 那個馬斯克就去衝他 在下面 他就在他推特下面留言 留什麼 他說 What is Facebook 他說呢 這個臉書是什麼 當然就是 他已經刪掉了 去衝他就對了 就沒事去玩人家 結果呢 這個 馬上就有Brian的粉絲 在下面挑戰馬斯克 至少打嘛 對不對 他說呢 如果你是個男人 你就把這個 你的臉書刪掉 結果 你知道馬斯克 真的去刪掉臉書了 他就把特斯拉跟SpaceX 兩個粉絲頁刪掉 大K 你知道 這兩個粉絲頁有多少人在上面嗎 多少人 他總共有五百萬個粉絲 他就這樣子 因為人家挑戰他說 你不是男人 如果你不刪你不是男人 你就 你就留著 他就去把這兩個粉絲頁刪掉 到現在這兩個粉絲頁沒開 那你說這個馬斯克 是不是人帥就是任性呢 這真的是 我覺得他就是活在 一種虛幻的生活 跟這個電影 你看到他不是也在那個火星時代裡面 就是國家地理頻道裡面 他自己現身嗎 沒錯 那後來 這個之前他不是在鋼鐵人裡面 也扮演一個角色嗎 也就是說他其實有點 大概搞不清楚 他的人生到底一個是什麼狀況 但是呢 某個角度來講 這個人呢 倒是真的很敢 而且又是不在乎 又是很 很直觀的一個人 那當然 不用講他是一個 天才型的人 這個是絕對肯定 那問題就是說 後面 這個特斯拉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先來看特斯拉的股價 在昨天正式 這個收盤 特斯拉股價是大跌了5.5% 其中另外指出一個大問題 就是他的競爭對手現在很厲害 不要以為只有特斯拉會做電動車 沒錯 各位看到這幾家大公司 全部現在都投入電動車 你不要講BMW Mercedes-Benz 已經早就是在佈局了 你就講超跑吧 最新的各位可以看到 法拉利的超跑的 這個今年在日內瓦車展 已經出來了 這台車 你知道他的充電 多快嗎 就這個事情 也在昨天的那個 粉絲提問上 也有問馬斯克 就有關保時捷這個超跑的事情 對 15分鐘可以充電90% 這個是已經做出來的 已經在今年3月 日內瓦車展出來的 這台 保時捷最新的這個電動車 另外呢 老假的大家都知道 人家叫法拉利 他就叫法拉蒂 法拉蒂未來做出來的這個FF91 這個車子的續航力 有700公里 是遠遠超過特斯拉的續航力 所以說呢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雖然說 這個看起來量產不見 不見得是能成真 但至少人家也做出來 那包括像是這個 真正的法拉利 也現在目前2020年 要推出他們的電動超跑 所以你就說 特斯拉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那真的會讓他的投資人混斷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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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